早班机 就要降落南通新东机场 这是一片即将开发的土地 南通的人民动路附近 先锋 上午6点时分了 出发如同了 以为您离开货车线行路段 全程55公里 大约需要一小时 礼拜天的清晨 路上车很少 南通到金沙的六十路 我一个老同事也在开这路车 旅运河桥 左边就是金沙的南山湖 这几年这里盖了一大片住宅 通州的唐红 进入右转转右道 随后右转 左前方就是南通人熟悉的唐红加油站 我们现在右转 这是新通绝公路 南通的金沙到如东的绝港 现在也是228国道的一部分 这条路很滑呀 看这个路面跟金子一样 下雨天一定要小心 通州的十种镇 再往北就进入如东的地界了 雨越下越大 过了这个桥就进入如东了 七点五十了 到目的地了 里面有个车在卸货 先往我的倒进去卸 你从后面呢 从后面上去 后面有一波 然后这个 过来就我老婆给那个自营锡 烫好了 开始卸货了 都九点半了 还填承诺书 这是什么机器啊 十点二十卸完了 又下起了雨 关门 十点半了 这个如东这边货卸完了 包完面吃吃 拌面 如东这个地方出去的货 我我现在要往海岸去了 我现在要往海岸的货不是太多的 吃完再说吧 实在没货就空放去海岸厂里等了 反正不能回家 回家一到家村里电话马上就来了 拌面 拌面 十二点了 算了 外面再下雨 今天又是礼拜天 不等了 这边去海岸的货很少 几乎没有 到海岸厂里79公里 到那里等休息 走了 去了 三五五省道 这条路一直到我们如高的东城 坚书九十 这是如东北部 到如高的一条快速断道 前面进如高了 到如高就先八十了 这下雨天开个七十就蛮好了 不能开快 走的差不多了 天下明圆水会圆 前面就是如城了 延通锅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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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高城北的这一片油菜花好漂亮啊 从如东跑到如高前面进海岸了 樊岸就到庄里了 樊岸就到庄里了 下午在两点半 到了海岸 最近的这个疫情管控啊 搞得我们货车司机很难啊 没办法 那我们这个行业的特点就是这样 跑来跑去的 但愿能够尽快的过去 让我们恢复正常的生活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